这个养生汤 健脾开胃 醋消化 葱可以说是做饭里必不可少的一味调味品 不管是凉拌菜还是炒菜都需要用到它 很多朋友都会把葱根扔掉 它含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 葱根含有的挥发油摄入人体之后 可以促进消化道类消化液的分泌 具有一定的醋消化和健脾开胃的作用 今天就用葱根来分享一道老少皆宜的养生美食 下面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制作方法吧 首先将葱根剪下来 然后把它放入大碗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少量的淀粉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淀粉具有很好的吸附和去污能力 这样能够将葱根清洗得特别干净 在清洗葱根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葱根的黑线 用手或剪刀把它去掉 这个地方最难清洗 全部去掉以后再放入清水里面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用手把盐搅拌化开 将它们浸泡10分钟左右再来清洗 用盐水浸泡葱根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时间到了以后 再用清水将葱根清洗干净 将它们放入碗中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把姜切成薄片 这里姜不需要切太多 姜太多的话吃起来口感会比较辛辣 然后将姜片切成小细丝 全部切好以后把它和葱根放在一起 然后将这些食材全部放入另一个大碗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一把洗干净的枸杞 再加入一小块红糖 往里面倒入88度的开水 将里面食材的营养成分全部激发出来 再用勺子轻轻的搅拌 这样就可以加快红糖的溶解速度 往上面扣一个盘子浸泡8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以后打开盖子 这样一道葱根红糖姜汤就做好了 每天早上喝一碗可以有效的去除身体内的湿气 喝的时候一定要趁热喝 还可以有效的预防感冒 做法非常的简单 口感也非常不错 如果喜欢就收藏起来动手试一试吧 葱根红糖姜汤是一种传统的中药食疗方 主要由葱白姜红糖等食材制成 它被认为能够促进消化 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姜具有汪中散寒的功效 能够刺激胃肠道的蠕动 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葱根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和果胶物质 能够增加肠道的蠕动和排泄 促进食物的消化和排泄 红糖含有丰富的糖分和热量 能够提供能量 促进胃肠道的代谢和吸收 葱姜红糖还含有一定对胃肠道有益的 胃量元素和维生素 比如鲜、铁、维生素C等 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和营养吸收 因此葱根、红糖、姜汤 具有温中散寒 促进消化 增加营养吸收等功效 适合于胃寒、消化不良、腹泻等症状的人群使用 但是如果您有胃炎、胃溃疡、肠炎等胃肠道疾病 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葱姜红糖水对身体的健康很好 能够合理对人体具有预防流感的功效 另外还可以合理地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推动胃肠道消化吸收 提升胃口等等 特别适合当代人群食用 并且还能够合理治疗咳嗽或是咳嗽、有痰等等